台湾产业设计发展已经走过半个世纪50年 文化部文资局特别在台中市复兴路上的台中文创园区 从2018年6月8号到7月底 利用B03艺文展览馆举办一场台湾产业设计展览会 在展区当中有展示视觉、工业、室内设计 三个不同领域的设计主题产品 其中包括老式的冰箱、洗衣机、电锅、电视 二、三十年前的汽车、机车、自行车 还有怀旧氛围的杂货店老街道临嘴展示 甚至连传统的女高中生制服都有 文资局长施国龙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 走过从前迎向未来 文资局将来还有很多积极的规划 文化资产它不是静态的保存 它是动态活用的部分 但是我们以前 比如说文化资产是从活化角度来讲 只要让我们希望能够进阶来讲就是赛生 那赛生就是会同形怀经济 那从形怀经济来讲的话 是一种产业的概念 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在文化资产这个园区里面 未来会各位看到未来我们会有有形文化思产 无形文化思产 水下文化思产 世界机遇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台湾的这些品牌 以上所讲的那些的内涵 内涵在这里呈现 我们希望未来在这里聚集的 是要不只是实行面 还有四次这个有关的智慧面 创作面的一些聚集在这里 未来我们希望不只是一个研发平台 也是一个传承的平台 也是一个闪失的一个平台 我们希望在这里呈现出来这样子的概念 雄心啊 雄心 但是部长非常重视我们文化资产区 所以我们每一人的预算都在增加 都从十几亿二十几亿三几亿这样一整整 所以我们有足够的能量 要带领台湾的产业文化资产往前走 让它能量更大 施国农局长在访问中也表示 六十年代开始 台湾在产业经济文化上有很大的转变 目前文资局已经把有形文化资产 无形文化资产 水下文化资产这些台湾历史记忆 在台中文创园区 完整的展现出来 中华民国工业设计协会理事长林盘耸 在共同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相当肯定文资局在文化资产保存 跟文物普查上的努力跟用心 我想刚刚还是 真的是再次感谢我们的文化部 从这个文化记忆的观点 文化资产的观点 来看这么一个所谓的产业设计的 这样的一个定位 所以这次非常也得利于所有的设计社团协会 然后包括很多的祈祷 他们这些大佬出来 就一呼百应 所有的人大家都愿意一棒一棒 那我想就呼应刚刚局长所讲 这个就是经验传承 今天来真的就是有五代以上的设计师 一起来出席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我想这个真正就是能够落实 文化资产的活用 然后保存 然后跟他未来的找到再生的机会 目前文资局已经将台湾各个不同领域的文创设计专家 凝聚在台中文创园区 以雄心壮志希望打造亚洲文化产业当中 属于台湾的自有国家品牌 将来还要办理有关铁道文化 盐田文化跟茶叶文化等各种文化资产的调查跟展览 预定在8月份设立文化部文化资产园区 持续为台湾文资产业打拼 扩大台湾产业的竞争力 记者陈文旭 杨静 台中报导